大家好,我是冻卓 今天应诸位将军的要求来讲一讲李儒 首先,他不是我的女婿 其次我也不知道他的字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只知道我在进入洛阳之后 这个哥们儿突然就出来了 后来我废了刘便立刘邪为皇帝 就让这哥们儿,当时是郎中令的李儒 去毒死刘便 李儒就对刘便说喝了这个可以避邪 李儒说我没病,你是不是想杀我 然后死活不肯喝 然后这哥们儿还挺狠的 逼着他就喝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李绝 董卓死后我和郭四一起反攻长安 后来又和郭四反目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要想打败郭四 需要更多的几嘎啦 于是我先找到了贾许 然后又去找到了李儒 推举他为侍中 但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有这样的黑历史 陛下下诏说 李儒破杀他的兄弟红冬王 应该接受惩罚 没办法,人是我早来的 总不能让人去送死吧 于是我就说 那是董卓做的事情 不是李儒的本意 就别惩罚无辜的人了吧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再见